阿洛哈客運在1號晚上出發公告 台北到高雄 台北到嘉義兩條路線 疫情的影響13號5月就要開始停止了 員工收到公告非常粗惡 也十分的不捨 高雄站站長夫20年 說自己是一日阿洛哈 終身阿洛哈 口氣甚至一度哽咽 但是今天所表示了 公告是對員工的預告 要等到3號開完會之後 才會知道這兩條路線 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停止 一日阿洛哈 我是終身阿洛哈 這樣 鄭重 鄭重在線上 高雄站站長口氣哽咽 在阿洛哈服務20多年 1號晚上街道內部 要停止營運的公告超錯愕 也讓搭了10幾年 阿洛哈的老顧客很不捨 很可惜 對啊 就我不知道以後何氣何從 因為他的路線 對我來講是很方便的 是覺得可惜的 阿洛哈客運發出公告 因為疫情營運受到衝擊 兩條路線 台北到高雄和台北到嘉義 總班次 每周362班 共67輛車 駕駛118人 但12月13號 午夜起停止營運 昨天才發工到下了 所以會覺得很鼓勵 有一點有一點 阿洛哈過年前停止營運 但其他替代路線 有桶聯國光和日桶客運 讓乘客選擇 另外監禮站也透露 3號阿洛哈客運 召開會議後 才能確認是否停使 是對內部員工的 預告啦 那他們一切還是會要等到 12月3號 召開股東會議之後 才確定 未來要怎麼樣走 疫情衝擊各行各業 但疫情虛緩後 也逐漸恢復人潮 搭乘人數也逐漸恢復 但讓民眾萬萬沒想到 解剖疫情 連阿洛哈也撐不住 接著紅夫人黃世雲高雄報導 高雄在1號早前很多鳳山區 發生了紅燈車禍 闖紅燈的轎車闖過紅燈 撞飛了導護老師 造成這名的老師手腳挫傷 頭部重傷 當場送醫要進行開腦手術 現在還昏迷當中 駕駛變成說 當時因為趕時間趕上班 所以沒注意到紅綠燈 已經變紅燈了 校方現在希望一腳 能夠協助學校導護工作 避免意外再發生 路口監視器拍下 一輛黑色的轎車闖過紅燈 繼續往前 這是畫面右邊的導護老師 看到轉紅燈了 準備指揮學生過馬路 轎車居然沒注意 直接撞飛老師 根據孩子的敘述 那個車就繞過學生 然後就撞到老師 車禍發生在1號早上7點多 老師被撞飛後 學生也受到驚嚇 嚴重撞擊 造成老師頭部受傷 手跟腳也錯傷 馬上送醫進行開腦手術 到現在還在昏迷中 到昨天還在昏迷 這幾天就是黃金期 觀察期 重要關鍵 還有9000款令 疑似完喊 後製管制 黑色轎車駕駛 沒有酒駕 說是趕著上班 謊神 沒注意 警方依法 對闖紅燈行為 開罰1800 並加重二分之一刑罰 執勤請勿 或是人力許可的話 如果可以多給我們一些協助 他們最近 可能會針對附近的 交通 耗製再做一些加強 導護老師被撞 也凸顯 馬路真的如虎口 消防也希望用路駕駛 開車要多注意前方路框 老師學生才能有一條 安全上學的路 記者金山中 林毅榮SNG 高雄報導 新入居民在新埔山區 聞到惡臭味通報環保局 處理才知道 原來是有知名的養殖廠 違法丟棄死機 甚至很多機師 都已經是風化的狀況 家屬所就懷疑說 業者長期的違法丟棄 但是養殖廠高層跳出來 便稱不知情 是員工自作主張 但試圖甩過態度 也讓大家無法接受 張華僑大樓火災 造成了四死二十一傷 消防局副局長 邱聰家 請辭了代理局長一職 滿五個月 縣府投下震撼彈 現在宣布新任的消防局長 是現任的副縣長 林田復兼任 也創下了全國首例 但也引發了外界質疑說 殉職的消防員家屬直言說 縣府罔顧人民 林田復呢 他是沒有任何的消防背景 讓他來兼任 真的合適嗎 橋友大樓火緊釀成四死二十一傷的悲劇 時間過了五個月 張華縣府宣布 消防局長 由副縣長林田復 兼任代理 消防工作 一直算是我督導的 這項願意 我還是可以發揮一些 這個影響的 張華縣府投下震撼彈 證實副縣長林田復 二十一號 正式上任 兼任消防局長 這個決定 讓殉職消防員的家屬 直呼好傻眼 我覺得很傻眼啦 對 因為真的沒有在尊重專業的 消防是一塊很專業的部分 外界的質疑不是沒有道理 林田復是發學領域出身 曾經擔任 張華的文化局長 教育處長 資歷豐富 但一路走來 卻沒有消防專業背景 這樣兼任消防局長 真的合適嗎 林副縣長 他統籌但是救災 他沒有辦法指揮 所以我不太清楚 張華縣政府這樣子的規劃 是把人民的性命放在哪裡 可是他本身沒有消防的一個背景 那是只有文學跟教育的而已 為什麼會這樣子 面對外界雜音 縣長王惠美不多說 轉頭走人 副縣長兼任消防局長 已創全國首例 但這位副縣長 又沒有緊職 也沒有消防背景 到底是什麼考量 也不願說清楚 也難怪 引發質疑 這張話綜合報導 北市北投區傳出了當街掘人案 這嫌犯是當地著名的幫派 北聯邦成員 因為200萬的債務 居然設局把被害人掘到山區 被害人的妻子報警 處理警方派出了30名的警力 來搜索陽明山 一個小時內成功救人 兩名員警將黑色轎車前後包夾 嫌犯自知法往南逃 也主動下車配合 我猜請 現場員警將車輛團團包圍 仔細對黑衣男子搜身 會如此謹慎 就是因為這名男子 竟然射擊一起 掘人勒鼠案 事發在1號上午9點多 當時林姓被害人疑似欠賭債200萬 單獨到北投中央南路橋債 想不到卻遭到射局 兩名男子突然拿槍出現 連人帶車輪到山區 警方借貨林男妻子報案 馬上出動30名警力上山找人 一度與嫌犯擦身而過 還差點遭到衝撞 最後成功在1小時內 將車輛攔下 當場逮捕王姓主嫌 同時救出被害人 這個案件是 人跟車一起被壓走 因此在報案的當下 我們就知道被害人 所處的一個車子的車號 因此我們才可以做一個 全面性的攔截 設計掘人的王姓嫌犯 本身隸屬於北聯邦 有殺人未遂等多項前科 落往後甚至向警方嗆聲 這輩子只被北投警方抓過 態度十分囂張 而其餘兩名共犯 目前人人在逃當中 不排除是王姓嫌犯 試圖頂罪 警方目前也正在積極追棄 要將囂張共犯 神之以法 就陳真有陶 台北採訪報導 主子 華麗 作詞